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又见到大家了 我们继续努力这一条面 这一条面已经经过两次 刚才我见过摺了四摺 或五摺 你會見到面底開始有泡 希望大家可以見到有些洞 很漂亮 這次是跟大家做空氣油法 起手式是要油的 要油的時候也需要用手油 很大風 我做了一杯茶 理論上油麵是要搭搭條條的 你自己想想 我自己最漂亮的麵團 都是香川麵包的麵團 香川麵包 你想想香川幾多鬧事 日朝忙忙忙到晚上 真的可以擠出來的時間 不是很多 他就是要爭取擠出來的時間 來做麵包 你想想怎樣做 他沒有可能 坐在那裏 和你一個麵團 陪你捏幾個鐘頭 不是捏半個鐘頭 沒有這件事 不要想著 會好像日本麵機 但是好像大苦 只要下苦 又大苦 不… 這樣做 不是的 能不成為 現在的概念 要轉一圈 越少油面的方法和技巧 出來的麵的質素 就越高 那為何 又不完全能這樣說,但香川麵包就是這樣 而且這種油法也適合不同的麵粉 當然,不同麵粉有不同的考量,你一定要熟 但我告訴你,世界上不只有這些小麥粉 可以嗎? 好了,不要太多麵粉,不要太多油 或者你會... 再記住,手基本上沒有... 油圓都黏不到麵粉 這樣才會合格 可以嗎?不要黏到整個麵粉 好,我們這次油圓之後,就會拿麵包模 這個就是香川麵包的麵包模 我有幾個尺寸 這個尺寸就應該是這隻麵粉的尺寸 但今天有天高不做美,一落雨 所以它發出來的情況,不會發得很... 我想起碼沒有上次那麼漂亮 可惜一點,不過拍片就很漂亮 各有各好 好,好呢 好,接著我們要開始油 要多放一點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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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這樣就一摺 空氣油化就不止那麼少摺,就會多摺些 不夠硬 有一點的,但是封鎖 要不要緊,右邊 這是一點點嗎? 你會發覺你拿上來 你會把麵團拉到多少就有一個麵團 你不用太大力拼 你需要很多轉 你留意一下 然後你要反轉 然後再反轉 就不太夠油 你發覺它黏在手上 黏在板上一多 就告訴你油份不夠 之前跟我們說 要麵團不黏手 有幾種方法 油是一種方法 這種叫手油 你也可以用麵粉 那個叫手粉 也可以用水 所以我說昨天的挑尖麵 它基本上可以用水 因為它濕度很高 你會發覺它開始拉出來 表面開始乾滑 不要理會面心 面心慢慢做 行不行 你會發覺有些位置還沒得 有些位置穿了 你不停地在同一個方向 油就會穿 所以你要拿回去 然後油再來 你會發覺有些位置穿 你會發覺有些位置穿 你會反過來 然後做 有些位置穿 我喜歡用手油的 因為粉味感會不夠 油會不行 油會好些 水便可以看情況 但最少是較為乾脆 如果你的麵糰像做土司那些 就可以用水 如果你不是 你的濕度太高 最後焗出來是會一坨的 差不多了 中間的芯 還有一點硬硬的原因 因為我這麼喜歡用手油 所以油永遠都是最後的 然後把麵糰放開了 然後把麵糰放開 然後把麵糰放開 那麵糰的麵糰還覺得是差一點的 因為有些硬的 很中間的麵糰 OK 這些要等它發酵出來才行 再拿些油 接著就可以清洗手上的東西出來 現在我們準備這個盤子 要在上面鋪粉 這個盤子都不少 接著就要將它轉 像之前的做步驟一樣 這些盤子做完之後 拍一拍就可以了 不用洗的 這些剩下的盤子就放在這裏 把整個麵團分清楚 好 待會要做多個步驟 就是表面和底要做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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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 我只是習慣做的食品 好了,暫時到這裏了 拜拜